今天內心看過 有煙蜂 有煙蜂 你有煙蜂蜜 帶點微甜的感覺 有點像蜜汁喔 我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 烤肉醬 來說我們的 自製烤肉醬 加雞翅 來我們先醃製它 記得先放它 快點滴 來 鹽巴跟白胡椒 然後我們加一湯匙的醬油 再加一湯匙的米酒 下去做醃漬 你本身啦 我們是辣 鹹鹹 我們稍微加一點油 讓它表皮的更加水 好 那我們稍微的靜置一下 OK 那現在我們先進烤箱 好 我們預熱之後 來 我們把它 進去 那 基本上我們調的溫度是 大概在200度左右 那時間10到15分鐘 反正就是乾淨洗辣 含有些 我們先來做我們的醬料 首先啦 我們的 蒜泥乾姜泥 來 再來我們的 醬油 加上我們的糖 還有米酒 我們先下去 第一個醬料做的比較偏日式 如果加味霖 味道會比較對 但是 味霖今天的東西 好像不是每一個人家裡過天會去放 所以我們直接就是教你們用糖去取代它 來 這個做起來會有點像蜜汁烤肉醬的感覺 好 現在滾起來我們關小火 你一點要煮我滾喔 我給它有點稍微的濃稠的感覺 OK 那這個關火 爛 我們第一個醬料 OK 來 我們把它倒到這邊 好 再來我們的第二個醬料 來 第二個我們要做的是我們的 這個比較偏中式的感覺 來 我們先加我們的番茄醬 這個麥芽 南北茶花店就有 加這個麥芽 味道會蠻好的 你們可以試 我們直接加糖 來 再加醬油 然後要有一點稍微中藥的感覺 來 加我們的五香盆 好 然後我們補一點水 因為這個麥芽會涼的 沒關係 開火 你讓它燙 它就化掉了 來 再加上我們剛剛的 薑糯還有蒜糯 好 我先把它煮到龍頭 好 你們就問一個問題啦 就是說 為什麼那個 要加這個蒜頭 為什麼 不直接加雞翅上 因為 基本上你來加雞翅上去烤 那個蒜頭比較容易焦 那我們就於是 直接把 蒜頭 和那個 切成泥 然後直接配到醬料裡面 這樣子是 還不錯的一個方法 來 你看 就夠這樣 好 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了 來 關火 好 來 直接 撈下來 好 然後我們 第一碗的日式醬料 我們放 冷卻之後 來 我們就加入我們的蜂蜜 好 我們去拌它一下 來 我們現在來 入爪 嗚 三隻日式來 三隻我們 用 中式的烤肉醬 現在 上完烤肉醬 我們再進去 稍微的 三到五分鐘 我們給它上色一下 去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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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幾個這樣 金黃金黃的 來 以前講到來 中式 第一個 中式的味道比較像我們 一般的烤肉烤肉醬 類似的味道 但是好吃很多 跟我來講講一下日式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喔 又有加一個蜂蜜 帶一點微甜 微甜的感覺 有點像蜜汁喔 至少要吃 那 這種東西都適用於在你任何中秋節烤肉的時候 拿去當醬料 那 今年 如果不嫌麻煩的話 很簡單的幾個步驟 教你自己做烤肉醬 希望你們中秋節能烤得非常快